十二生肖的故事 你知道为什么有十二生肖吗? 很久以前,人们常常忘记今天是哪一年, 也不知道自己几岁了。 于是,他们去请聪明的玉皇大帝帮忙。 玉皇大帝觉得动物是人的好朋友, 如果用不同的动物当作年的名字, 十二年轮一次,大家一定能记得。 不过,有这么多动物,要选哪十二只呢? 玉皇大帝决定办一场比赛。 谁跑得最快就是第一名, 先到终点的十二只动物, 就被选出来当十二生肖。 比赛的消息公布之后, 所有的动物都希望能当上十二生肖。 在那个时候,猫和老鼠是最要好的朋友。 他们每天一起吃饭,一起睡觉, 到哪儿都在一起。 他们去拜托水牛一起合作, 一起赢得比赛。 水牛也答应了。 可是,到了比赛那天, 老鼠却故意不叫醒猫。 天还没有亮, 就自己偷跑出去找水牛了。 比赛一开始, 所有动物都使出全力向前跑。 水牛载着老鼠跑呀跑, 兔子努力地跳呀跳, 蛇全力地向前扭呀扭。 有些动物太慢了, 没多久就被淘汰了。 水牛快跑到终点的时候, 老鼠突然跳过去终点线, 得到了第一名。 水牛抵达后, 老虎也赶到了。 这时, 天边卷起一阵狂风, 龙从天空降下来。 可是, 就在龙快到时, 小兔子跳过了终点线, 得到第四名。 龙加快脚步, 成为第五名。 没多久, 拼命跑着的马、 羊、 猴子、 鸡和狗也来了。 眼看就快要到终点了, 蛇却从草丛里钻出来, 抢了第六名。 比赛快要结束了, 已经到达的动物, 都想看谁会是最后一名。 过了好一会儿, 大家听到猪叫的声音。 咳, 奇怪, 最懒的猪怎么也来了, 还赶上了最后一个位置。 啊, 原来, 猪以为赢了比赛, 会有东西可以吃。 不久后,玉皇大帝开始宣布比赛的结果 十二生肖的排名是 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这时候,猫急急忙忙地赶到了 可是已经太晚了 猫没有排进十二生肖 生气的猫伸出利爪要抓老鼠 害怕的老鼠只好赶紧躲到洞里去了 从此以后,老鼠和猫见也不是朋友了 Welcome back! Now you know how the zodiac animals came to be Let's see if you remember some of them 这是谁? 这是牛 那是谁? 那是兔子 这是谁? 这是猴子 这是猴子 那是谁? 那是狗 这是谁? 这是马 那是谁? 那是老鼠 Fantastic! I know the 12 zodiac animals is quite a lot to learn and their order even harder to remember So let's listen to one of my favorite songs to help you learn them 今天来赛跑 学时爱生肖 谁会最先到 谁还在睡觉 动力向前胖 全力向前胖 十二生肖的排名就要决定了 快跑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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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生肖 三胖就要结束了 树牛糊糊糊漏蛇马 要好记够住 今天来赛跑 谁是爱生肖 谁会最先到 谁还在睡觉 动力向前胖 全力向前胖 十二生肖的排名就要决定了 快跑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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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爱生肖 赛跑 赛跑 酒要结束了 树牛糊糊糊漏蛇马 要好记够住 今天来赛跑 谁是爱生肖 谁会最先到 谁还在睡觉 动力向前胖 全力向前胖 谁还生肖的排名就要决定了 快跑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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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爱生肖 赛跑就要结束了 树牛糊糊糊漏蛇马 要好记够住 快跑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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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爱生肖 赛跑就要结束了 树牛糊糊糊漏蛇马 要好记够住 如果我们快跑 快跑 快跑快跑 û好记住 'llh